观众朋友午安我是周玉琴 欢迎锁定今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马总统表示呢在连任呢 他即将会有历史评价的压力 那么但是马总统是不是真的能够写下历史呢 在今天我们也要来讨论的是 马总统有没有可能成为在立法院进行国事报告的元首第一人 还有那么接下来他说他要加强朝野合作 他究竟要怎么做呢 他说他要跟在野党好好的沟通 那连任上任以后有没有可能真的到立法院做报告 现在在野党方面的回应有几个 比方说在野党人就有说 这个总统如果要到立法院的话 应该要接受质询或者是时问时答的方式 那么如果到时候马总统真的成行 那他势必就是台湾总统到立法院报告的第一人 马总统胜选后立刻承诺 每半年会跟在野党领袖进行会谈 佛黄表示已经着手开始规划 最快520前就会执行 不过现在立法院还打算要马总统到立院进行国情资稳报告 他要到立法院来 要接受立法委员的提问 即使不是质询的形式 但是他应该要接受立法院委员的提问 然后要时问时答 民进党团磨刀霍霍想执询总统 但是依照宪法规定 总统只需要报告 不需要接受执询 上台就直接时问时答 他不是总统不是接受我们的监督啊 所以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怎么样啊 要求立法委员对于总统进行质询的话 这个可能跟宪政的体制不合 按照宪法的规定 我们的对象是行政院 总统过去到立院国事报告并没有前例 陈水平曾经想去报告终结国统纲领 马英九去年议院也曾想到立院国事报告 都卡在在野党想质询 执政党不愿意 前总统李登辉曾在国民大会进行国事报告 也没有接受质询 马总统离任后 如果真的到立院做国情资文的报告 将写下历史 全新闻陈亦凡 三上一台北采访报道 好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几位来宾 左手边第一位 我们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沈富雄 沈大佬欢迎 大家好 好前民进党立法委员郑运鹏 欢迎鹏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欢迎辉文 好另外我们也要恭喜的是 国民党立法委员蔡正元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大家今天拍手很踊跃 是因为等着你请客 资深媒体人何启胜 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到底是不是马总统 可能到立法院进行国事报告 成为元首的第一人呢 这个条件其实是有的 其实我们要先看一下 这个立法院 全体立委要四分之一提议 经由院会二分之一决议 那么就可以要求总统 针对国家安全大政方针 来做国事报告了 不过呢 有莱茵立委提出了两个重点说 一定要什么 不能破坏宪法 还有到时候一定要给总统应有的尊重 不要随便闹场啦 杯葛啦 那样很难看 之前李登辉前总统 他曾经啊 到国民大会来进行国情资文报告 那时候其实也不接受质询的哦 那么而是有人提建言 然后呢 李登辉前总统再统一回应 但是有的问题 他其实也不回答的哦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在讲这个马总统有可能要到立法院进行国事报告 其实啊这个神大佬是不是这个马总统其实他想写下历史 所以他很想这样做呢 总统府发言人范江太基他本来在讲的就是说 哎这个美半年来这个朝野的领导人大家来会面好好的来谈一谈 结果呢后来就话锋一转就讲到了 至于是否到立法院进行报告 必须要立法院达成决议之后再来进行综合考量 所以这个是不是已经放出了一个风向球 我真的替马总统念一把冷汗 刚刚当选三天 他就想历史定位啊历史流民啊可以非常好 但是不是走这些形式的东西啊 什么跟在野党领袖啊 跟那个公民的团体啊 定期见面啊 现在又想到去立法院报告啊 他都跟他想那而已 你不知道那没有什么效果 就叫他来 你看蔡华人那个嘴脸 你不去也罢啦 你看根据 他说要时问时答 听起来就是要接受我们的立委的质询 我跟你讲如果能够做到 哦朝野和气团 那叫联合大政府这样 党在摆去都没关系 会这个样子吗 根本就是不会 而且你看那个发动的权力是立法院 立法院的委员多少提案多少通过 是立法委员叫你来 而不是总统先发动说我想去 而且你去了 如果不受尊重的话 那何苦讨这个媒 因为你去是国情之文的性质 而且总统跟我们立法院的关系 就好像王建平讲的 立法院不监督总统的 你看当初李登辉去做国情之文的报告的时候 他是去哪一个地方 他是去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 你们大家知道政权和治权的分离 孙中山是发明一堆很判断的事情 科技都没什么样子 国民大会是政权机关 你知道吗 那是立法院是治权机关 是不是这样 好像是哦 所以民意机关又是治权机关 你看看这六十 这没用意记的事情 我跟你讲说 马英雄想要记得过 我觉得他现在就说 因为这个大联合政府引起他的善意 说要定期跟这些朝野的领袖见面 我跟你说唯一的办法 唯一能够让你历史留名 唯一能够让人民感动 认为你行 从这一届起 你跟以前不一样 你事情先做好 就是说这些人要来给你修理 如果今天要给你拖拖拖拖拖拖 你都做好成绩 所以你觉得到立法院进行国际报告 没有那么重要 你听我说 我先说那个在野的那 你来 你爱什么 我做了这样还不够好笑 如果他是被拖着笔子走 这样搞得我要插死 我跟你讲 给国人观感不好的东西的事情 你都不要做 那个如果是历史留名的话 留下来是恶名 留下来是你不能敢的名 是 各位我请教一下这个国民党立法委员 蔡正元蔡委员 所以国民党立委们的态度是如何呢 是跟刚刚沈大佬讲的吗 何苦来栽吗 也没那么大的必要 听起来好像甚至都觉得 这个马总统真的到立法院进行国事报告的话 也没那么了不起 没有那么大的历史意义是这样吗 我不代表所有的国民党立委的看法 但是我个人是主张 总统应该要定期到立法院来进行国事报告 这里面有一个修宪的原因 因为那个征修条文是我写的 很抱歉 这是我所处理的 当时我是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党团的书记长 然后当时为了处理这个废除国民大会 这个全盘是我有负责来处理 当时我们思考说服大家就是说 要把国民大会基本上所有的职权 全部移转到立法院来 那有些不能移的 移不移到司法院去 什么政权移到治权啊 当时就说以立法院在宪法位阶上 去行使国民大会应有的职权 只要国民大会不召开的期间它才修持 那其中呢有关于国事报告 就把它由国民大会把它移到立法院来 因为两个在当时的宪法解释 两个都是民意机构 所以民意机构互相取代民意机构 这不是问题 这时候政权治权那是一个学术素颜 民意宪法上并没有写得这么清楚 所以才会把它产生所谓的总统德 到立法院来进行国事报告 他的条文是很简单 并接受这个建言 大概这个意思 那刚才所谓几分之急立法院要求 那是立法院自己的法律 立法院组织法自己所写的一些规定 要符合这个条件 现在目前 那你说立法院要求他来的程序 因为以前的国民大会也是这样子 也是有国民大会代表通过决议 要求他来 也是这样一模一样的情形 所以我是觉得竟然 第一个宪法上有规定 那以前一直没有刻意去实施 那第二个呢 因为以前国民大会已经建立惯例 总统到国民大会里面去报告 那现在你竟然说立法院 承接国民大会这部分权力 你不去行使 又非常的奇怪 但是我们必须先讲清楚 当时所建立的惯例 跟宪法条文的内容 不叫咨询 叫建言 就是听接受我的建议 所以当时李登辉运作的方式 的确是等到你们 所有人都讲完话了以后 我统一回答 我统一回答 不过你知道那还是苦差事 我知道那时候李登辉年纪 好像也算是不小了 就坐在那一整天 听所有的国民大会代表来讲话 那时候国民大会代表 有三百多人 你想那可能在苦差事 现在立法院只要一百多人而已 所以相对来讲 应该是轻很多 所以我认为 应该要到立法院的报告 第二个理由是什么 除了宪法以外 惯例以外 很重要就是说 因为以前马总统刚就任的时候 主张所谓什么一线二线 他不拘在前线 尊重行政院 搞个老半天 人们有困难有问题 报应的还是他 没有人报应刘兆血 那你何苦来猜 你干脆第一个 要去面对立法委员 面对国会 给你的各种意见 那你要怎么去回答 那你可以做 借这个机会做充分的说明 因为一定电视转播 那电视转播 借这个机会 等于把你的 向美国总统 那国情指纹的方式 向全国老百姓做说明 我也不相信说 拿几个立法委 那总统讲得非常好的时候 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你敢胡搞瞎搞 那当时在国民大会里面 的确有一些 不同党派的国大代表 想要闹事 不过通通被压制住 也没有几个人 敢在电视机面前 明目张胆 顶过总统讲话之前 拿几个什么白布条 换一换 最后还不是乖乖说起来 因为这个会有名义的监督 立法委会有名义监督总统 最后一个国际惯例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总统 当然有什么重要事情 都会要求国会 让他去做国情指纹报告 像那个欧巴马 都为了这个所谓的 全民健保案 为了什么消解预算案 金融海啸 重大的政策 去了好几次 那在这个时候相对的 我们立法院 也要建立什么 建立制度 就是说 人家美国不管什么打派 总统来的时候 你再不喜欢他 你平常把他骂的臭头 都没有关系 但是来的还是 还在起立鼓掌欢迎 当时李登卫是这样子 当时好几个党派 对李登卫是很感冒的 但来的还是一样 他不想拍手 就乖乖到场外去 但是也会留个时间 让他表达抗议 做做活动 因为你难免 要表达意见之前而已 难免需要点电视镜头 所以这个该有都会有 但是真正他站上台子的时候 就要尊重国家元首 我想立法院也要学习 这一点才对 所以我不相信蔡王朗 对不起王朗兄 我知道你对宪法 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才会讲出什么 咨询这个志愿 好 这个如果说到时候 这个民进党方面坚持说 你一定要识问识答 你不能只来报告 我一定要问问题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情况就弄僵了 而且这个韵鹏 如果到时候 变成是这种情形 比方说 这个明明 这个马总统有意去报告 可是呢 就说是遭到民进党 强烈的杯葛 然后呢 大家又怕情况 弄得很难堪了 所以呢 都没有办法 像因为之前 你看像陈水扁前总统 他也想去嘛 就没有去成嘛 马总统之前也曾经有想去 也是没有去成嘛 那这次如果再没有去成的话 那可能民进党会变成说 哎你看 他就变成是朝野对立的 这个罪人了 那背负这个罪名 何苦来哉呢 如果总统要时问时答 或者说 社会希望总统答复一些问题的话 不用到立法院了 到新光大道来就好了 周宇群你问他就可以了 现在架构上 跟我们体制上其实是这样没有错 那我必须要帮你们 刚才那个做新闻报道的记者 要掌声鼓励鼓励 对 他其实是有做功课的 所以明天中天尾压的时候 应该要帮他加薪 的确阿扁那个时候 也想到立法院里面来 那那个时候的国民党 就希望跟蔡英皇讲的一样 希望时问时答 你来就怎么样啊 那民进党会就 那个时候更不想要邀请他了 不了了之 那我会认为说 不要换位置就换脑袋 换屁股就换脑袋 这个是对于朝野两党来说 大家以后都轮替得到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那不需要说 因为自己在野 所以要换一套标准来 那你不邀请他 或来我不想跟你尊重 或要时问时答 如果今天换一个角度 来看今天蔡英文 当选总统的话 民进党会不会要求 蔡英文到这边来 让我时问时答 因为你还是立委 还是叫做 政权机关 你就是要想清楚 民进党我相信也不会 但是这一次就说 马总统之所以还可以考虑 或放一些风向球出来 他要到立法院来发表 国情咨文 不管接不接受打询 他其实是有选举的背景 是宋主席先提 后来蔡英文跟进 所以马总统说不定觉得说 既然三分之二 已经有在政见发表会 辩论里面讲了 说不定是可以做的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马总统 这跟你的历史定位无关 跟历史定位有关的 其实是刚刚沈医师讲的 你做好 或者说你在两岸或外交上面 可以帮台湾突破一个新的僵局 这个会有历史定位 到立法院发表国情咨文 你的内容再好 他的历史记录会在哪里 会在立法院议事录 或立法院公报而已 不会有什么历史价值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缺求历史价值的话 跟在野党领袖定期的碰面 说不定可以当台湾的对立开出一条路来 但是到立法院里面的报告 到立法院的国情咨文 甚至你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好了 十分十大号 都跟你的历史定位是无关的 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分清楚 然后如果总统有心要做的话 立法院应该欢迎 然后我觉得在野党在第一次 至少在第一次刚胜选的连任的总统里面 也不要给予太多的杯葛 太多的嗆瞎 我觉得那个对于社会观感来说 对民进党来说不是好事情 起身我们其实可以想见 如果一旦马总统 真的到立法院进行国事报告 到时候媒体处理的方式 一定会拿欧巴马到美国国会 来做国情之文报告 拿来相提并论 但是说真的 你说这个真的没有任何的历史意义 或者任何的重要性吗 你自己看法 这样子我非常同意刚刚沈大佬的指教 他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一上任 就已经注定这四年 在追求的所谓的历史定位 或是历史留名 我觉得恐怕应该要去争取 全民最大的利益 才是他未来这四年当中 最应该投注心力去做的事情 我也认为 不应该去追求行事 而应该讲求实质 刚刚这个蔡委员 已经特别提到了 这个整个 有关于国情之文的 过去的历史 在我们的规范里头 真修条文的规范 再加上立法院的 这个职权行事法的相关规定里头 发动权 要不要提的发动权 在立法院不在总统 那总统到底可不可以 主动的来发动 说我想要到立法院 然后由立法院再经过 刚刚的四分之一的提议 然后二分之一的通过 然后邀请总统来 创下一个宪政上的创立 这个恐怕还有待于 大家在宪法上头的 很多的辩论跟讨论 那这是第一个 发动权不在总统 不是总统想来就来的 那再讲到美国的欧巴马 那美国是三权分立 那美国的总统欧巴马 我先讲这个国情之文 怎么来了 国情之文是在1790年 第一任美国总统 华盛顿的时候 他提出来的年度之文 他讲出来一些 有关于大政方针的事情 才把它列进到 美国的宪法里头 说不定期 不定期对于国会提出 所谓的年度之文 后来被大家称之为 所谓的国情之文 他怎么做的 总统到了议会 要经过议长同意 他在外面等 议长邀请他说 好 现在总统可以进场了 总统讲完话 总统讲完话 没有背询 或者像是李登辉 在国民大会 在阳明山中山楼的 那样的一个综合大户 都没有 掉头就走人 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能不能来听取 所谓的谏言 这件事情毫无争议 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蔡委员刚才特别提到了 当时在国民大会 有国民大会存在的时候 现在是虚极了 有国民大会的时候说 要检讨国事跟提供建言 特别的在回归到 不在国民大会做国事建议 国情之文 转移到立法院的时候 还特别把这条删掉 其目的 大家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得 得就是可以或不可以 得到立法院来做国情之文 因此当时就已经知道说 可能在党会为难总统 或者跟我们现行的现任体制 有所不符 我们又不是总统的字 又不是内阁字 我们到底什么字嘛 那所以 因此就把这条特别拿掉 也就是当总统在国民大会 进行国事之文的时候 国情之文的时候 是可以检讨国事跟提供建言的 但是呢 当政序条文把这个国民大会 废除了以后 移到立法院 特别把这个删掉 所以说基本上毫无争议 是我认为 我认为 我在现法上的解读 我认为是不可以 是 我们也看到在520之前 其实呢 这个总统还想邀 及朝野领袖会谈 那么他的规划是 每半年一次 而且如果顺利的话呢 还不排除 在他520宣示之前呢 就可以进行 可是我们来听听 在野党方面 他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声音出现呢 包括 蔡华郎说 如果只是形式上的国事会议 那就是大拜拜了 或者是在野党 以及社会贤达在背书 陈希迈呢 是说 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尊重国会 做决策的时候 不要一人一党决定啊 民进党要先看看 马总统如何处理 再做决定 那么亲民党的李同豪呢 那么他是不分区立委啊 他说 乐见马总统与朝野沟通 但是出尝试 亲民党态度谨慎 好 吴坤玉 他怎么讲 他说目前看不到 实质内容跟方法 作品说来的重要 如果开完会后 什么都不做 只不过是白忙一场 如果从在野党 各方的这个声音来看的话 是马总统在一头热吗 我们稍后还来继续讨论 为什么